超跑就是要有仪式感 刚才我为这辆车进行了开箱 然后之后接下来就要带大家去看一下这款车的细节 这款车是 Masalati 的 MC20 也是原厂第一款可以 on-road 的 Supercar 虽然在之前原厂是有 Supercar 但是都是纯粹的赛道设定 但是这辆车你是可以在路上开的 而且它是马来西亚第一辆 MC20 所以今天我就当这个一天的第一辆车车主带你去看一下这款车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虽然说这个 Masalati 跟法拉利一样都是来自意大利的超跑品牌 但是在这个设计方面呢 Masalati 是主打这个简约风格 你可以看到这个头灯组 虽然说它的设计看起来很普通 但是当它的日间行车灯跟它的方向灯亮起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有一种很 Illegal 的感觉 然后接下来还有两个重点 就是在这两个厂回上面 你可以看到它实际上跟以往的 Masalati 车款是不一样 这个厂回颜色不一样 这个更为立体 这是为什么呢 原厂表示呢 这是因为 MC20 是他们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所以要有全新的样貌 来跟着一个消费者见面 在这里补充一个知识给大家知道 为什么 Masalati 会叫海王 就是因为这个三叉机 这个三叉机是希腊神话中海王波塞顿采用的武器 不过最后这个波塞顿还是给 Kratosac 死掉啦 打造超跑呢有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轻量化的平台 第二个就是空气力学 我们先来讲这个轻量化 这台车采用了极大量的碳纤维材质打造 其中呢这个车身的骨架结构呢 整个这个车龙呢只有100公斤 只有100公斤是非常非常的轻敲 因为它采用了 Carbon Fiber 然后接下来整车的重量也只有1500公斤 在超跑领域中 这1500公斤的车重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轻敲 加上这辆车是一个 Mid Engine 的设定 所以呢它的重心是比较在中间 并不会影响到车辆的配重表现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这辆车的轴距只有2700mm 这个是什么概念 其实它只是一台C Segment 的轴距 但是这个轴距去确保了它在 赛道的时候高速弯道的稳定性 以及日常驾驶的时候它的灵活性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它的空气力学 从车头车侧到车尾 你都可以看到非常的这个空气力学的管道 空气力学 是有助于车辆加强它的下压力 优化风阻系数 优化风阻系数 可以让它加速更快 增加下压力 可以让它在高速行驶的时候更稳定 另外呢这些通风管道也可以帮助车辆的这个刹车卡件等等 更快的散热 以及增加这个引擎的进风量 结合这两个特点之后呢 这个就是超跑的主要机干 接下来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个超跑的重点 就是它的引擎 中国马萨拉蒂官方的标语是 轻炉羽毛 快炉闪电 轻炉羽毛讲的就是它的轻量化平台 快炉闪电讲的就是它这个引擎 你可以看到这个引擎盖的上方有着非常多的这个管道跟洞孔 其实都是为了让引擎有的更好的散热还有更好的进气 而且重点是这个玻璃罩的上方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是从正面望过去的话 它是海王三叉戟的logo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引擎 这个引擎 这个引擎 是一具3.0公升的 V6 90度夹角 爽涡轮增加引擎 我们将它称为 海王之星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这具引擎是 Mazalati 100% 独立研发的引擎 而且原厂宣称它融合了 F1技术 而这个MC20 也是那么多年之后 首款采用 Mazalati 自主研发引擎的跑车 接下来也会有更多的新车采用这具引擎 就例如我们之前 介绍的这个 Grekare 同样的也是采用这个引擎 只是它的引擎 输出低了一点点 OK 这个引擎的数据呢 它的最大买率表现是 613HP 峰值扭率表现729Nm 匹配8速的双离合器 变速箱 另外呢 这款车同样的拥有电子差速器 来确保你在驾驶的时候有一个更好的驾驶表现 官方的数据0-100加速 2.9秒 急速可以达到325公里 这个数据是非常非常的出色的 加上这辆车有着极高的下压力 还有非常出色的空气力学 所以这款车开起来 跑高速真的是非常的爽 这个尾灯这样子看平平无漆 但是当它亮漆的时候 这个视觉效果还是很出色的 简约不代表不美 我个人非常喜欢Mazalati这样的简约设计 然后在这个中间呢 它也有这个双出排气围观 看起来有战斗格调 也有它的优雅感在 再按多一次给大家看 是不是很好看 MC 20 的这个门采用的是我们俗称剪刀门的设计 虽然说往上提的动作看起来很重 但是因为它采用Carbon Fiber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我 戴一只手就轻松的完成这个开门的动作 非常的爽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内装设计 我相信如果大家是看惯 法拉第或者是Limbo Genie 这样的 超跑品牌 看回这个MC 20 的内装你会觉得很普通 但是有时候我必须讲简单就是美 这样子的简约设计风格是我个人很喜欢的 基本上这个内装有三种材质 Carbon Fiber 几皮 还有真皮 营造出独一无二的感受 这样子看起来很简约很好看 而且该有的科技元素都有在 例如说还有这个 数位化仪表有这个触屏主机 然后它的换挡方式全部都是按键的 而且这个排挡干机座 是货增驾驶的Carbon Fiber 旁边还有基皮 这边最上面的是这个驾驶模式的切换键 它不仅仅可以给你调整这一个 悬吊的软硬程度 还有四种驾驶模式可以切换 分别是4D 模式 GT 模式 Sport 模式 还有这个Crossa 模式 另外呢你也可以选择你要关掉这一个 ESC 然后这一个是它的这个 电动窗的开关 还有这个 娱乐出屏主机的这个 开关 这边有一个小细节要告诉大家 因为这辆车是个跑车设计 它的这个后大镜面积非常的小 所以你要倒车基本上是看不清楚的 那么怎样办 其实在后面呢原厂有设置多一个镜头 除了倒车摄像头过后还有多一个镜头 就是流媒体 后视镜 就是在这个 后面的这个 Side Mirror Real View Mirror 它可以显示出这个效果 这个功能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尤其是像这样子的跑车 不过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跑车采用这样子的设计风格 OK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座椅 扩真驾驶的 赛车座椅 Carbon Fiber 真皮 还有这个 橘色或者是棕色的这个 Alcantara 坐下去不仅包覆性很好 这个防滑性也相当的不错 最后 我们来听下这个3.0公升的V6引擎 它的声音多么震撼 波下诶 听声音就好我不需要多讲 一般上马来西亚消费者对于超跑品牌都比较是认识这个Ferradi或者是Limbo Genic 对于这个Maselati他们的认知度可能没有那么高 但是实际上 在我今天 体验了这个MC20之后我真的觉得不管是在设计方面还是科技层面 它都不会输给上述的两个超跑品牌 据悉目前马来西亚市场已经有8个车主在等着辆车 这个就是第1个车主的车 而且呢这款车的售价不包含税务是超过100万令吉的 所以代表 它确实有它的独特竞争力 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也 突然间喜欢上这个MC20呢 你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们来交流一下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MC20的简短新车介绍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次的开箱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次节目见 拜拜